反习反党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先说邯郸车祸 邯郸的恐怖袭击车祸 中共现在还是在封杀这个消息 我看到好像是腾讯和163网易有报道 但是马上就拿下去了 看来网信办或者中宣部关于这件事是有明文规定 就是不准说 微博现在也不准搜 微博你也搜不到 163和腾讯也都拿下去了 这件事在中国的官媒上 就是销声匿迹 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 现在看这件事 就是暂时中共官媒不会公布 也可能瞒不住 过一段时间会公布一下一个简讯 整个热点都过去以后 中共一来就是这样 不公布就是没发生过 晚公布就是早发生的 这件事早发生的 现在公布也都无所谓了 就像前一段疫情死了很多人 当时他不说 就死了几个人 死了几千人 过后才说死了几万人 但是这个事已经过去了 也就不能再深究了 这个事 中共历来就这样 不公布就假装没发生 晚公布就是早发生的也无所谓了 中共一贯如此 老百姓永远没有知情权 你就是永远都不配知道真相 因为让人民知道了真相 知道了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死伤惨案 会打脸中共 唐山打热案 邯郸车祸案都发生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 这经济重地 唐山 邯郸 这离北京都没有没有多远 属于天资脚下 这种惨案贫乏 习近平也是脸上无光 索性就隐瞒不报 然而现在毕竟是网络社会 你上个世纪这样干可以 就是一九七几年 一九七五年吧 河南那个大水库垮坝事件 大家都知道 淹死了几十万人 可能是一九七五年 河南水库垮坝事件淹死十几万人 那个时候你可以瞒报 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 这个你瞒报了 除了当地人 别的地方人都不知道 那现在你几乎就瞒不住什么 只要是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网民一上网一发帖 你就世人皆知 没有什么你能瞒得住 别说社会上发生的事 你中南海发生的事 咱们一听床 咱们不还给他揭露吗 他怎么能瞒得住 中共现在是报首几十年前的 这种愚民思维 以为就是我不说 你们就不知道 他这只能是掩耳盗铃 一笑大方而已 也只能让国人更加认清 中共的独裁渔民的本质 中共他们也不在乎死多少人 说这场车祸 撞死了多少 撞伤了多少 他们也不在意 他们在意的 就是说你不能瞎议论 公布出来你们就瞎议论 你们就乱说话 这个就会影响到他的统治 他在意的是这 我说过美国层出不穷的枪击案 是信仰缺失 人心道德出问题 那么中国层出不穷的这种车祸案 是独裁专制 社会不公的结果 不解决美国人的信仰缺失问题 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 这种枪击案和车祸案 还会不断的发生 不幸将我们拭目以待吧 从中共官方公布的 今年头两个月的经济数据 刹车片是踩死了 就是经济的刹车片是踩死了 杭州 南京 苏州 宁波 增速均在-50以上 就经济增速下降了一半以上 这可是实打实的制造业 长三角的江浙 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这样的数据实在惊心 怪不得工作难找 企业裁员 黄金时代总是在回头时发现 它已经过去了 经济的黄金时代 总是我们一回头才发现 那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它现在已经不在了 现在是经济崩盘时代 大家看 这苏州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下降47.4% 苏州是台资企业的重地 无锡下降了21% 直打实的官方数字在这里 中共是一方面在招商引资 要吸引外商 一方面在打压外企 外企只能纷纷逃离 这则消息说 全球美国的硬盘巨头企业 西捷公司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宣布关停其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苏州工厂 这就苏州的事情啊 并给予全厂员工两个月的工资不长 按照西捷官方的说法 此次关闭苏州工厂 是西捷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 大背景是PC市场需求低迷 HDD出货量快速下滑 但是西捷在2015年刚启动了泰国工厂的扩展计划 投资4.7亿美元 扩大了一半产能 增加了2000多名员工 西捷投资泰国30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 近10年呢就启动了8个项目 投资近20亿美元 员工总数已经超过16000多人了 而苏州工厂是西捷全球最大的组装中心 目前还处于盈利状态 就是苏州的西捷工厂 是全球最大的HDD组装中心 目前处于盈利状态 那都宁可关了 就是把苏州的工厂盈利我们都关了 我们都要走 你说中国这个经济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 就宁可关闭盈利的工厂也要搬走 中国的营商环境恶化呀 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消息说呢 30年的知名台企啊 台湾企业六合集团 六合集团的工厂也即将搬离昆山去越南 瞬间啊 这个消息瞬间撕裂了大家的心 无论是客观冷静也好 理智也罢 面对如潮般退去的外企 昆山还能剩下什么呢 据统计在昆山5000亿GDP中 台企贡献了将近40% 六合工厂是这些台湾企业中重要的一员 一些台企迁走以后 昆山所剩下的就是几十万下岗之路 我今天刚刚看到一篇微博啊 是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小伙子啊 他毕业了找不到对口的专业对口的工作 只能加入美团送外卖 他上午刚刚加入美团 下午他爸就被美团辞退了 他父亲也在美团送外卖 因为年纪大了被辞退了 刚刚47岁 原来好像是国内有规定 是57岁才能辞退 但是现在呢把年纪都提前了 因为现在是太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外卖队伍里来 就不需要这些年纪大的人了 40多岁就得离开了 官媒也承认了中国的就业市场啊 雪上加霜啊 8000万超龄的农民工是退无可退啊 大家看这个官媒的标题啊 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8000万超龄的农民工退无可退啊 你让这些农民工退到哪里 你退到家里 他得挣钱得吃饭啊 得养家户口啊 你再退到农村去 那种粮种地也不赚钱啊 他们往哪里退 这不就是官媒都说他们退无可退 这些农民工啊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啊 唯一变化的就是把蛇皮带啊 升级到拉杆乡 农民工以自己的努力啊 培养了新一代的农民工 这说起来也是可怜啊 这些农民工啊 培养出来大学生也好 培养出来的这个下一代啊 就全都又去做农民工了 还是自己做完了送外卖的 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了 还要去送外卖啊 唯一的变化就是自己当年出来的时候 是蛇皮带 现在变成了拉杆乡啊 下一代是拉着拉杆乡 大家看这个照片啊 这就是两代人形式上的不同 实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都是农民工 经济这样不好啊 这个就业这样不好 所以我就说是干柴遍地 当大家都想做邯郸车手的时候啊 这个邯郸不是这个恐怖车手吗 那就是中共的末日啊 大家都绝望了啊 都想要拼命的时候 那就中共的末日 所以中国啊 一定会有一场暴力的大动荡 到时候一定会出现什么 就是股市里说的什么 天接踏破公清谷啊 习领袖说的什么杀进不平 放太平 我们也看到的中共当局啊 根本没有什么居安思维啊 没有像他们所说的 就是认清到即将到来的 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习近平不总说要迎接惊涛骇浪吗 他们也没有做这种准备啊 因为现在社会矛盾一再激化 这当权者罔顾百姓疾苦啊 现在有的地方这些失业者啊 只能睡在路边吧 政府还要收费啊 睡在路边的睡在什么桥洞里的 一晚上要收五块钱 大家看新闻报道啊 中国暴失业潮 失业者睡路边 政府竟要收五元 中国因为严格的疫情防控 导致经济崩盘 不少企业倒闭 各大城市失业人口增加 流落街头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人呢 被迫露宿街头 有的人呢 还被当局收取所谓睡桥洞费 你在桥洞里睡也是要收钱的 原本天天招临时工的大厂 全数停止招聘 这些失业的打工者啊 只好露宿街头 部分地方政府呢 居然还要跟他们收取 每人五块人民币的流浪过业费 还有上海的农民工啊 自背帐篷随时移动 白天送外卖补贴开销 晚上呢 至少有个帐篷能遮风避雨 难怪不少网友说呀 今年是出生以来 看过最多流浪汉的一年 官府收取桥洞这个住宿费啊 这样侮辱百姓啊 中共是自视他专政力量强大 中共强力维稳嘛 啊 我们收你们什么钱啊 你们也不敢这个也不敢反抗 因为中共一直自视什么 有兵在啊 我们有维稳的力量在 据说呀 当年清朝末期啊 清朝的时候摄政王 摄政王载风啊 去看望这个晚清名臣张之洞啊 张之洞那时候要去世了 要死了 摄政王去看望 大约还是1909年 张之洞就苦劝摄政王 就是赶紧改革立宪吧 要不中国就完了 就要动乱了 这大清就要完了 摄政王还不屑一顾 跟张之洞说什么呢 说不用怕 有兵在 就是我们有兵在 我们有八旗兵在 我们怕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镇压的力量在 我们怕什么呢 摄政王说完这句话 不到两年啊 这09年说的11年 大清就完蛋了 就倒了 辛亥革命大清就没了 中共现在也是以为有兵在 有武警在 有警察在 有这个军队在 能镇压得住 但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也快亡了 中共也快亡了 中共最近除了在拼经济啊 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在拼外交啊 搞什么万帮来朝 这次博鳌这个论坛啊 就是找了很多东南亚的领袖来捧场 中共除了花钱呢 买外交啊 拉来洪杜拉斯啊 跟洪杜拉斯建交买外交嘛 还在继续打撒币啊 官方统计中国四年来 外援呢 援助外国六万亿啊 平均每个中国人是四千三百元 中共呢还宣布免除非洲十七国二十三笔债务啊 合计又是几百亿 中国呢还成功跟俄罗斯伊朗巴西达成本币互换啊 双边贸易呢 使用本币结算 绕开了美元啊 这中共也把这个当做一个外交成果啊 我们绕开美元用人民币结算 沙特呢 也向中国申请人民币贷款 使用人民币结算贸易 但问题是除了沙特啊 中国在对这几个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啊 都是顺差过啊 中国跟沙特是逆差 因为进口沙特石油嘛 跟另外的几国跟俄罗斯伊朗啊 这都中国都顺差 如果使用美元结算呢 中国就可以收到美元 如果使用本币呢 就只能收到卢布里亚尔啊 美元呢 可以买到任何国家的东西啊 就是美元可以到任何国家买东西 那你本币呢 只能在本国买东西啊 就是你拿到卢布 只能用卢布去俄罗斯买东西啊 你拿到这个伊朗里亚尔啊 你只能在伊朗买东西 问题是既然是顺差啊 说明中国就不需要他们的东西 那如果需要他们的东西 就不是顺差了 就逆差了 他们跟中国本币呼唤了 是因为没有美元买中国产品 那中国收到卢布布里亚尔 雷尔却没有鸟用啊 本币呼唤 只有自己是逆差国才合算 人民币才会跑出去国际化 自己是顺差国 呼唤协议就是什么 就是付贫 就是这个钱 就是白就白扔了啊 你拿一堆那个对方国家 那个烂钱 换不来东西的钱 有什么用啊 那你就是付贫 中共就是如此 打肿脸充胖子啊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嘛 网上现在流传一则消息啊 就是中共啊 又要搞教育改革 第一呢是学年改革啊 小学六年改为五年 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为五年 大学四年改为三年 研究生三年改为两年 现在研究生毕业25岁 改制以后呢 21岁就能毕业啊 第二是假期改革啊 寒暑假90天改为30天 每年可以节省出两个月 五年呢 可以省出一年时间 第三呢 是义务教育 普及到高中啊 各种补习班呢 会大幅减少 第四呢 高考英语 150分改为50分 增加体育100分啊 体育的本质是实践 增加孩子们的吃苦动手能力 第五呢 是取消军训啊 大学增设国防课 并且排在文化课前面啊 国防课不及格的 大学不能毕业 教育改革毛泽东的时代就搞过啊 我这个经历过文革吧 我当时也记事了 文革的时候就搞啊 什么毛泽东就公开说嘛 什么教育要改革 什么要革命啊 学制要缩短啊 现在习近平跟毛泽东学啊 要搞教育改革 这有可能的啊 就是缩短学制啊 把一些什么课程乱七八糟 调整一遍啊 体育课调整上来100分啊 英语课调整下去 变成50分啊 军训虽然取消了 但是变成国防课了 变成一个正规课 那就更厉害了啊 别以为习近平不敢这么改啊 最后很可能就这么改啊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还有啊 就是最近中共正在全国找有胎记的啊 就是你身上带着什么血管流啊 各种胎记啊 在找这些人啊 要求登记 要求什么去医院啊 去医院检查 我原来没太关注这个事啊 有网友给我提供过 后来接到很多网友 发到我爆料邮箱里啊 说我们当地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找有胎记的人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找有胎记的 是不是谁的私生子是有胎记啊 在找这个人啊 就全国筛查啊 还是什么有陈炎出来 什么这个民谣出来 有胎记的这个人 要成为什么陈胜无果啊 要早点把这个人找到 要弄了 要干掉他啊 这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记得当年戈尔巴乔夫啊 苏联的总统 苏公的总书记啊 他就是胎记的 大家记得他那个拖头上啊 有一个像地图似的 一个红的胎记啊 是不是中国要怕这个人 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啊 赶紧找有胎记的啊 如果有网友有相关的消息啊 你知道相关的内幕 可以发信给我啊 总有网友啊 跟帖啊 要么讲一下编程随随随随啊 我不熟悉编程随随随啊 我也是听说过啊 就是偶尔听说过这个人 那我跟他也不熟 也没有联系啊 而且他这个刚刚公布出事了啊 他太太公布嘛 他已经被抓了 判了七年图刑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也不好说什么啊 说什么可能都会 这个是不是会给他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啊 对他我了解不多啊 就是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网络高手 做了很多启蒙的工作 最后呢不幸被捕 这次被重判 我只能说啊 他是另一位彭丽发啊 四通桥的勇士彭丽发吧 彭丽发是室外的行动派啊 到立交桥上去行动吧 那编程随想呢 是网络上的行动派啊 两个人好像一文一武这样子啊 就彭丽发去立交桥上行动派啊 编程随想呢 是在网络上啊 是启蒙派啊 这是做启蒙工作 一个是室外行动派 一个是网络行动派啊 我觉得他们都是大英雄 他们现在两个人呢 都被中共逮捕了啊 都被重判 现在都在监狱里啊 我希望他们能够保重自己吧 能健健康康的活下来啊 与我们一起啊 迎来民主迎来自由 无论如何啊 历史会铭记这些人啊 铭记变成随想和彭丽发这样的英雄啊 会牢记他们的工军 这些人呢 也是我们的榜样 我为什么对中国的民主 对中国民主化比较乐观啊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英雄 有这个彭丽发 变成随想这样的英雄 中共这个强制洗脑这么多年啊 尤其是习近平上海以后 这样强制洗脑 也产生了这个亿万这个粉红 但是呢 还是有我们这些觉悟者啊 就是还是我们这些人呢 还是 随想这样的大英雄啊 坐眼起行大英雄 所以说中共的洗脑啊 加镇压 按理说这样洗脑 这样镇压 那应该没有反抗者才对啊 是不是应该都是粉红才对 但是呢 人心向位啊 不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啊 人心走向善 人心走向往自由 向往民主 有我们这些人在啊 有彭丽发 编程随想的这样的英雄在啊 中国的民主化一定会成功啊 这个这是我身心不夷的啊 就是我总说中国民主有我嘛 像这个当年啊 南开大学的校长张柏林啊 就是抗战的时候 他不是说中国不亡有我啊 中国不灭亡是因为有我啊 就是因为千千万万个我 那现在中国民主有我啊 也是千千万万个我 就是我们啊 包括我们这些网友啊 就是听老邓开讲的这些网友啊 包括彭丽发 编程随想这样的英雄 有我们大家在 我们没有什么好悲观的啊 也像我一直讲的 我们要把恐惧和绝望 还给独裁者 我们只剩乐观和坚强 又到欢乐环节 这是人民资讯啊 这是也是官方报道的 医院院长被举报受惠后 将女纪委书记发展成情人 受惠被举报啊 受惠被举报 医院院长就把女纪委书记 发展成情人 被人举报以后 吉林医院的院长 却把女纪委书记发展成了情人 是吉林省四平市 第四人民医院原院长 赵锦玉被人举报 四平市 魏纪委的纪委书记 李云新啊 这李云新是女书记就找 这个医院院长赵锦玉 谈话 并从轻处理 为表示感谢啊 这个赵院长呢 就给李书记送了15万的现金 一块欧米嘎的手表 一台本田牌的捷德轿车等等 随后二人发展为情人关系 那一年呢 李院长44岁 女书记赵书记是51岁 这比他大几岁啊 我这书学不好 是吧 大六七岁 而赵院长呢 最后东窗事发 赵院长因受惠罪啊 被公主令法院一审判处 有期徒刑八年半 纪委李书记没有公开的判决报道 就李书记啥是没有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